滿滿一碗碎冰主角是 淋上煉乳還有草莓醬 搭配手作布丁一起上桌 現場掏客一口接著一口 吃進嘴裡 甜在心裡 台南知名的冰店 夏天有芒果冰坐鎮 冬天招牌則是草莓冰 不過今年價格調漲了 每份170元的草莓冰 今年漲了20塊 價錢小小調整 消費者不是很在意 但事實上今年草莓冰 推出的時間也比往年還要晚 實在是因為產地受到 天后和攪拌病的影響 第一梯種下的草莓 幾乎全部陣亡 總產量減少三成以上 另外一家冰品店業者去年 已經調漲過價格 今年不敢再變動 每晚價格都是200元雙下 只是草莓不僅僅是冰品的必要原料 烘焙液也是大量使用 今年採購下來特別有感 每顆大幅塞進一顆草莓 讓顧客吃得好滿足 而業者加入了抗漲行動 今年仍是保持原價一顆60元 只希望今年產期第二梯草莓 能夠順利收成 把成本壓低一些 華視新聞劉漢生台南報導